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一個就是那個網站 真的很值得介紹給大家就是 他有特別針對Google地圖跟地球 做介紹 好那而且是中文的 中文的各位在看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那我們就從這邊來看一下囉 這個是他的這個 進去之後的首頁啦 首頁那你可以看到 也可以運用什麼 衛星的影像來監督非法捕魚 這樣也可以 因為 現在那個 漁船上面不是那個GPS的定位嗎 對不對他不只是 定位 就是接收他還有發送 因為這樣有船難的時候才可以 找到他嘛 所以他利用這個資訊 就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捕魚的 大家都知道漁場在哪裡有沒有 像這樣一個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也是 蠻不一樣的一個應用啊 所以我看一下這邊 下面是有包括時間走的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不同時間點 哪些捕魚的漁船 他們的分布情形 這是算蠻特別的一個方式 那他網站上他有介紹很多類似像這樣的功能 那麼首先呢 我們給各位看幾個 除了剛剛這個以外 你看這裡 有記載檳榔風暑的人 這是對岸的 這是對岸的 但是也有人會去做這個 很特別 你看喔 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 溫里的 點了 有沒有 冰狼的 在這裡他就介紹 哈哈哈 誒 這也是Google地圖的應用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不一樣的有沒有 桑尼的 有用到冰狼的 有沒有 很不一樣的一個地圖呈現方式 那另外這裡面呢 還有這個 這個網站是 台北好像是算第一個做的 就是做那個智慧3D台北城 進去看一下 等於你做一個城市導覽 城市導覽 但是搭配什麼 跟Google地圖 Google地球 一樣喔 去做這個 把建築的部分 路線的部分都建到這個裡面去了 看他的手機 因為他是跟Google地圖 一起做的 所以 你可以像在101啊 像這些有沒有 3D建築就進來 那你可以針對防災的 針對交通的 城市外交 你看 缺席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很多 那這樣你在導覽一個城市的時候 相對就看到比較多東西 比較多東西 所以 蠻不一樣的一個方式 那這也是一個在我們地圖上的應用 另外呢 像 剛剛在這邊 這個 海燕 是去年了啦 我記得這個颱風是去年嘛 對不對 那 對菲律賓來講這個造成很大的一個災害 所以呢 他也有 Google也有用他做了一個專頁 用他做一個專頁 那你進來之後呢 包括你要找人也好啦 或者是要那個 他在這上面有不同的圖層 你可以選擇你要顯示是哪一些 那 直接從上面 我用完整地圖看好了 這跟我們那個房災那個很像 房災那個很像 那 你就可以從這個 整個地圖上 就可以知道說哪裏 哪裏需要物資 哪裏需要一些救援的 或者說有人 可能需要認明的 任養 就是 找人的 都可以在這個網站上就直接看到 直接看到 所以 這個 雖然 在菲律賓的部分 也有做這樣一個服務 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 我就先把後面還給各位 你看看你的Google地圖的部分 有沒有稍微已經下載好了 那些圖子有下載好了嗎 沒有啊